年初二在紅磡 你可能會遇到財神 好潮地開電單車現真身 他還會走到街頭派利是堂 和街坊合照送祝福 究竟是否真是財神下飯呢? 新年土耳頭 我見到周圍的人都是為收錢 走去消費辦和找到很累 我剛好見到我家裡有一套財團沙漠 和以前做過海洋公園 我本身又不是很害羞 所以想哄大家開心 想不到街坊都喜歡這個造型 是否過來打招呼 新年快樂 拿一堂 其實很開心 我記得昨天有一個人在深水埗 我拍攝的車 他跟我說 我想問你收錢做 還是你自己自發 然後我說 當然不為錢 如果為錢的話我上班算 傻了 然後就說 我以前也是為大家開心 要加油 然後可以說買一包給米粉茶 是很開心的 阿邦覺得 只要願意走多步 有時候不用想太多 扮財神都可以令大家開心 我動機這次真是為大家開心 因為這不是全部東西是錢的 這個世界 平時都想人開心 所以就高度財神 祝福大家 又不用錢 讓大家開心 有所謂 未知大家年初三會在哪裡 見到這位電單車財神出去派堂 如果見到他 記得主動上前跟他合照 尖旺氣 東網記者黃仙雅報道